大家好,我是自闭少年刘酸水 今天给你们带来一部关于仙女棒的电影 女主阿冷是一名工作狂人 回到家都累成了死狗 她对滚床单一点也没有兴趣 上床的冷却时间都是按年来计算的 这可把她的丈夫阿惨憋得够呛 正常男人哪受得了这种委屈 更要命的是阿惨上班时还遭遇到同事诉苦 说她老婆一晚上要三次 简直快把她榨干了 真是饱汉子不知恶汉子鸡 这一对比阿惨直接流下了眼泪 阿惨终于受不了了 晚上加班回到家的阿冷发现阿惨竟然离家出走了 可是第二天正是阿冷准备说明会的大日子 阿惨的事当然是往后排了 他在楼下签收了厂家邮寄过来的样品 就匆忙赶往公司 可是半路上他妈咪给他打电话 说见到了阿惨出轨洋妞 气不打一出来的阿冷当即掉头去捉肩 结果只看到了洋妞的裸体 门都没进去 这时部长打来电话催促 阿冷能怎么办 老公没了还可以再找 当然是先处理工作了 阿冷是做儿童玩具的 这次的说明会就是介绍一批公司最新的儿童玩具 开始时一切还好 会长也很满意 但是最后展示时 从天而降的不是准备好的儿童玩具 而是一堆各种尺寸的仙女棒 场面一度非常尴尬 阿冷能怎么办 我也很绝望啊 他也因此被炒了鱿鱼 事后阿冷也发现了快递拿错了 他找到1011 开门的是阿冷经常在电梯里遇到的邻居大美女 大美女前凸后翘事业线爆棚 而且还频频换男友 阿冷很生气地骂了大美女 大美女也不甘示弱地回击 她不上床导致老公离家出走的事 原来这件事全小区的人都已经知道了 隔天大美女偶遇了买醉的阿冷 大美女主动接近阿冷 大美女是做成人玩具的 专门卖那种会让女人上天的仙女棒 大美女因为经营不善 免费送给阿冷一款 阿冷选了一款略显诡异的兔子玩具 他还是下不去嘴 隔天大美女带阿冷做实验 他把一批仙女棒放在公共场所 结果女人们都大叫着扔掉 但是放到了厕所里 无一例外的仙女棒都被拿走了 阿冷感到不可思议 晚上他就和兔子先生来了一场 灵魂深处的交流 那真是遇仙遇死 美妙无穷 这一下阿冷终于知道了高潮的滋味 他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两眼放光的找到大美女 大美女说 他的店经营不善 马上就要关门了 但是不用慌 论经营公司 阿冷可是专业的 他立马决定帮助大美女 造福全社会女性 创业二人组就这样成立了 两人重新装修了小店 不断拜访客户 销量也在一点点的上升 事业这边有了起色 家庭那边也有了新的变化 阿采约阿冷见面 阿采想挽回阿冷 但是阿冷说 这段时间他终于知道高潮是什么感觉了 阿采一听就不愿意了 这不就意味着你跟我这么多年 我都没有让你高潮过吗 是个男人哪能受得了这种刺激 他转身想走 但是阿冷主动推到了阿采 两人一泡免恩仇 阿冷也弄明白了 阿采并没有出轨 原来那个日本女人是朋友的女朋友 话都说开了 当然要打一炮庆祝一下啦 随后阿冷一次又一次的索取着阿采 阿采现在更惨了 他感觉自己都快经济人亡了 一夜西次郎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不知不觉天竟然亮了 另一边 大美女其实已经很多年没有和真人上床了 之前阿冷在电梯里遇见的都是同性恋 这天大美女亲自试用了新玩具 一种可以随着音乐跳动的新型内裤 从表情可以看出 他对新产品很满意 阿冷迫不及待的也想试试 他刚穿上就接到电话 原来今天是女儿足球比赛的日子 他来不及解释 赶紧就赶了过去 结果新玩具很给力 现场的音乐将阿冷直接送上了天 回到家阿采发现了仙女棒 阿采表示接受不了这些东西 阿冷只能把锅甩给保姆 更不敢告诉他自己在卖仙女棒 阿冷和阿采甜蜜期间 大美女遇到了一个鲜肉警察 并且两人成功地管了床单 阿冷两人收获爱情的同时 事业上也有了更大的进步 两人可以带着玩具参加展销会 第二天到了阿冷参加展销会的日子 他们的产品非常受欢迎 但是今天他女儿因为感冒晕倒了 所有人都联系不上阿冷 阿采看到了朋友发来的视频 他到会上见到了正在介绍仙女棒的阿冷 阿采明显被刺激的不行 阿采觉得阿冷心里一直没有自己 最后他带着女儿和阿冷分居了 三个月后 阿冷获得了年度企业家的称号 但是领奖的最后一刻 他意识到了家庭的重要性 他找到了阿采 最后一家人团团圆圆的在一起了 就这样 我是刘三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欢迎点赞并订阅我的频道 拜拜 拜拜